五天四月打完就回來了 這一打嬌聲啦 嗯...莫德納 飛往關島的櫃台排著長長的人融 防護衣、面罩、防疫裝備 穿好穿滿 地勤人員一刻也不得嫌 將行李貼好資訊條送入輸送袋 這些人不是要去旅遊而是要 今天上午9點首發團共164人 準備搭乘長榮航空指揮關島 我們要走 我們目前是選擇莫德納 我們就是想說先打完第一季 因為時間沒有辦法在那邊 就是允許我們打完兩季再回來 所以我們就先打一季 那回台灣再打第二季 幾天的 對 五天四月打完就回來 嗯...接著打嬌聲啦 嗯...莫德納 那有考慮說第二季怎麼搞啊 嗯...第二季看等台灣吧 如果台灣到時候還沒有進莫德納 高端或者是聯亞出來 一定不會OK啊 關島旅遊局為了吸引觀光客去打疫苗 把原本要價880美元的疫苗支援計劃 打福條將 吸引大批台灣人前往施打 關島觀光局很榮幸地在這邊向您提供我們的 AIRVNV AIR VISIT AND VACATION計畫一個能夠讓旅客同時接種疫苗 可以享受關島風情的全套旅遊計畫 AIRVNV計畫提供旅客施打疫苗 Pfizer、莫德納以及JNJPCR檢測和電子接種記錄 旅客可以在飯店裡獲得這些醫療服務 並同時享受關島這座美好的島嶼 關島旅遊局說164人將入住5000不同的飯店 截至8月將會有2000名台灣遊客抵達關島 而他們也在延領前5000名遊客的優惠計畫 雖然關島政府釋出種種力多 但真要飛一趟也是搖家不菲 住宿加機票一個人大概5萬 一程也要隔離嗎 對 回程要隔離 還要訂房1萬 大概需要多少朋友 29加起來 沒加欸 沒算過 沒算過 應該要10萬了 差不多差不多 10萬元加14天隔離 有人覺得貴 但也有人認為健康無價 而且還可以出國旅遊直呼划算 而這批關島首發團的旅客 預計在週日晚上達成6點45分的班級返台 到時將會直接前往黃藝旅館或集中檢疫所 度過14天的隔離 突發中心 桃園報道 突發中心 桃園報道